會府部長陳時中還有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兩個人一起在23號凌晨視察北農 因為從5月底以來已經累計有54例確診 看到陳時中出現 由攤商舉手喊加油 部長也揮手回應 視察完陳時中不受訪快速上車離開 而針對北農這波群聚感染 身為第一方第一線主控疫情的北市府 強調狀況沒有那麼嚴重 柯文哲在記者會中再三重複 這波北農的確診數是一個多月來累積的數字 目前快篩了3200人 出現陽性反應的只有11人 陽性率0.34 並沒有感染特別多的情況 以快篩陰性為我們所做的相關的事情 但我們其他所有的快篩站 還是一樣我們會做PCR跟快篩陰性 快篩兩個同時同步做 為了確保北農出入的工作人員不會再有更多人染疫 北市府過去都是快篩跟PCR檢測同步 但因為CDC提出新規定 要有快篩陰性證明才能入場 北市府也配合更改檢測方式 因為它是批發市場嘛 所以在裡面出入的人 工作的人很多都不是住在當地 跨縣市的疫調如何更有效的整合 其他的情形不會出現問題 就在北農這種案例會出現問題 所以我們大概今天晚上會找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關於這跨縣市疫調 如何更快更有效率的整合 這個我們會跟他討論 另外在這次北農群聚事件中 由於市場每日進出人流複雜 在疫調上有困難 柯文哲在記者會中也強調 會再跟中央討論 如何更有效的執行跨縣市的疫調整合